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安平安 因为疫情的关系封城了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圣灵感动我们 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这个时候预备我们自己 把家里其他事情安顿好了 我们能够专注地来进入 今天早上的崇拜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来带我们进行今早的崇拜 诗篇第九十六篇一到三节是这样记载着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歧视 大家 主里面平安 现在我应该是听不到人 跟我回我的平安 因为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荧幕的前面 来观看这个敬拜崇美 跟这个崇拜 但虽然人不在这里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以同一个教会的心 能够一起聚集在一起 能够一起侍奉我们全能的上帝 这时我们就邀请你们来从你们做一项起立 然后呢要以诗歌来赞美他 这时我们一起拍手 将一生交给 将一生交给你 来回应你的爱 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 将一生交给你 来回应你的爱 这是那圣洁梦的喜悦的火迹 用我一生 用我一生 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 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光阔如大海 你的喜悦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祝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那加略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将一生交给你 将一生交给你 来回应你的爱 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 来回应你的爱 这是那圣洁梦的喜悦的火迹 用我的一生 用我一生 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 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光阔如大海 你的喜悦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祝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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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一生交给你 用我一生 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 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光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 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祝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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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一生交给你 用我一生 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 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光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 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祝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略山的爱 那加略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那加略 那加略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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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深 还要广 主 我们知道 是你 让我们得到 有了永恒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在这世上 能够服侍你 主啊 还有什么 比你还要更甘甜呢 耶稣在我里面 尝过 尝过 主恩的滋味 还有 什么 更甘甜 一生 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主在我里面 世界 不再吸引我 主爱 胜过全所有 一生 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主在我里面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 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 海阔天空 不论环境顺利 我深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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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恩典 一定够用 因为耶稣 在我里面 我能勇敢 我能勇敢 勇敢面对 明天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主 我靠主 站立 顶尽天上 荣耀灌 冠灭 会呈到神 ают 世子 尽不可以 愛 尽不可以 味道 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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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吸引我 出来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主在我里面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海阔天空 无论环境顺利 我深深相信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能勇敢面对明天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住站立 顶尽天上荣耀灌灭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海阔天空 不论环境顺利 我深深相信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顶尽天上荣耀灌灌灌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住站立 顶尽天上荣耀灌灌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放在你 在你的脚前 所有的悔恨 一切的称赞 无论苦与乐 都交托给你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全人和全心 都交托给你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尽力 来荣耀你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神情 能成为心相活迹 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再一次将自己完全献上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 所有的悔恨 所有的悔恨 一切的称赞 我乱苦与乐 都交托给你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的希望 我所有的希望 我所有的计划 我所有的计划 我所有计划 是任何缺陷 的交托给你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尽力 来荣耀你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神情 能成为心相活迹 能成为心相活迹 我生命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尽力 来荣耀你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神情 能成为心相活迹 能成为心相活迹 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们再一次讲自己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经历 爱我让你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生气 能成为心相活迹 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热山的海 光阔如大海 你的心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祝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那加热山的海 那加热山的海 我将一生交给你 那加热山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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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一生交给你 是的主 你加热山的爱感动我们 让我们一生交给你 主要因为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信实高过祝天 亲爱的天父 你在感恩家的儿女们 今天早上 分别在不同的角落 一同来敬拜你 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虽然因为疫情 我们不能集合到教会 一同敬拜 但我们深知 你是那位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主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你都能听见我们的呼求 看见我们的敬拜 我们也深信 无论何境遇 你都在我们前面指引方向 因为你是引导我们的大牧人 无论何困难 你都要以平安保护你的儿女 因为你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我们能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是何等的有福 但我们也要祈求你 体恤我们的软弱 怜悯我们信心的不足 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时常先以自己的想法去面对 往往到最后的时候 才到你的面前求 甚至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竟然有埋怨的意念 忘了你一切的恩惠 主啊 求你施怜悯慈爱 在我们软弱信心不足的时候 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 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 继续指引我们阵路 此时我们要纪念 令全球惊慌的新冠疫情 它已经造成许多人 身心灵受到威胁 经济受到打击 许多的生命岌岌可危 主啊 求你垂听 此时全世界不同角落 你众儿女们同心举手祷告 发出的呼求声 我们要为所有因感染新冠病毒 而生病的人祷告 为因为疫情不能与家人相聚的人祷告 为所有担心远方亲人安危的人祷告 为因为经济影响工作 而失业的人祷告 为许多在疫情前线的工作人员祷告 为疫情失控国家的人民祷告 求你安慰的领域他们同在 再次赐给他们信心和希望 主啊 我们也为博斯这个城的名祷告 大家都能够愿意忍受一些的限制 为了尽力保护他人不受危害 我们也要为澳洲的执政掌权的人祷告 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 公正 公义 仁爱地来治理这地 也满有智慧 带领澳洲度过疫情的危机 主啊 也为你的众儿女们祷告 虽然这世界让我们满怀忧虑 但求你成为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力量 以致我们不失去对他人的关怀 并且能成为他人的帮助 愿成为我们避难所的上帝 赐我们的力量 在患难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这样子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儿子 以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取自使徒行传 新约 使徒行传第四章 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 读到第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十二节 怎么说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师们和守殿官并杀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 南丁树木约到五千 第二天 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 亚拿和该亚法 约翰 亚利桑大 并大祭司的亲主 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那时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 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 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 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该怎么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 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惩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歧视 都归荣耀于神 原来借着神迹 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是教区主日 我们的讲台 是牧者们互换讲道 我们感谢主带领 李一希传道 今天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 他要分享的信息 主题是福音真面目 福音真面目 我们就聆听李传道 带来的信息 弟兄姐妹 大家祝你平安 今早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与大家一起见面 然后一起敬拜 其实是非常意外的 相信大家 也是 有一点无所适从 不管怎样 我们照样 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带着一颗心灵 还有诚实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让我们在开始 今天的讲道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这里 与众弟兄姐妹 一起来仰望你 我们来祈求你 我们愿意自己来保护我们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感恩主 你让我们 透过现今现有的科技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就算是在最严谨的 这个封锁底下 主啊 我们仍然可以来敬拜你 我们仍然可以来聆听 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求你自己 透过今天早上这一段经文 对我们说话 求你自己的灵 在我们心里工作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 得到喂养 得到造就 得到建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的 阿们 好 这幅图 是我从这个 网上面搜索出来的 它是一个 它这个图是什么图呢 是庐山 相信大家都听过 庐山真面目这个成语吧 那它这个庐山真面目这个成语呢 是取自宋曹 苏氏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 它的一首诗 名叫 《提西灵壁》 那这首诗呢 是这么写的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愿 只愿 生在 此山中 那它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庐山呢 是由很多 这个山巒 所形成的一个山体 那诗人 苏诗呢 他说到就是 在人在山中的时候 只看到眼前的一部分景色 那就不能欣赏 庐山壮丽的全貌 所以 庐山真面目这个成语呢 用来比喻事物的真相 那很多时候 我们也像诗中的景况一样 我们的认知和真相 会出现偏差 对于福音也是如此 我们都说福音是好消息 圣经也用好消息 来形容福音 那福音对你来说 是怎样的一个好消息呢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 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群 对耶稣所传讲的这个福音 有不同的反应和回应 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于福音的理解 和期待有所不同 根据福音的清晰记载 耶稣所传的福音 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挑战 尤其是犹太人基于律法的信仰 我们也看到 耶稣他所传的福音 使自己陷入了挑战和敌意 耶稣所传的福音 导致耶稣自己被捉拿 被羞辱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走上了赔上性命的结局 那按照人正常的理解来说 耶稣的使命 看起来似乎是失败的 耶稣的医生看起来似乎是个悲剧 福音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 那今天读经缘 为我们所诵读的这段经文 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 我们也看到了使徒们 在传讲复活主的福音的时候 引起了不少的喧哗和激烈的反应 那到底福音是好消息吗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从三个角度 看到有关福音的三点 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福音 第一 福音带来挑战 第二 福音带来逼迫 第三 福音赐予属灵的祝福 首先我们从经文看到 这个宗教的领袖 我们从宗教 经文中宗教的领袖的角度去探索 这里说到 当时使徒彼得和约翰 他们正在去圣殿祷告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一个瘸腿的乞丐 然后他们医治好了他 这样的一个神迹 就引起了在场的人的围观 那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传讲福音了 在这个时候 在他传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和守殿的官员 还有萨都盖人 因为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 很烦恼 就把使徒们捉了起来 第二天 有官府长老和文士审问他们 当中 还有曾经审问并将耶稣交在比拉多手里的 大祭司亚纳和盖亚法 我们从 这些领袖的反应中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福音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挑战着他们的信仰 挑战着他们的传统 还有挑战着他们的权威 所以 他们 神问 使徒的时候 他们问 他们问使徒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来做这事的呢 这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在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这些领袖 就已经开始产生 抗拒 要知道 这些犹太宗教领袖 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是在上帝的圣殿里 侍奉的人 他们并不是不认识耶和华上帝 他们并不是不晓得 上帝的话和律法 他们也并不是不相信 上帝透过先知所预言的 弥赛亚和救恩 即便如此 耶稣的福音给他们带来了挑战 使他们抗拒 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救恩 存着自己偏差的认识 他们更无法接受福音带来的这个翻转和改变 挑战了他们的权力 今天也有很多信徒 其实就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 以自己对信仰的认知来理解福音 我们有时候会盲目的沿用和跟从一些传统和习俗 也有很多信徒像宗教领袖那样 无法接受福音带来的挑战 有时候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觉得牧师的讲道很不重听啊 今天让我觉得浑身不舒服 有时候会觉得牧者的教导 好像很刺耳 听不下去 这或许 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帝的真理 在挑战着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尊严 耶稣在传讲神国福音的时候 曾经这样说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福音是叫我们知罪 要我们回转 所以福音必然会带给我们挑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存着一个自我 这是人的原罪 也是人背逆上帝堕落的原因 那福音不但带来挑战 我们也看到福音也会带来逼迫和苦难 我们已经从耶稣的身上看到 他如何为福音的缘故受难和受死 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也看到使徒因为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 而被祭司和官长抓了起来 关到牢里 被审问 甚至被恐吓 那相信使徒们其实并不惊讶 因为耶稣在受难之前就曾经预告过他们 他们必被世人所恨恶 他们也必遭受逼迫 因为门徒属基督不属世界 而世界只爱属世界的人 这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 所以耶稣在这边说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的 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卷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在这边 其实耶稣是明明地告诉门徒 也告诉我们 跟随耶稣必定会有苦难 所以虔诚的信徒不一定一帆风顺 事事顺利 基督徒不是处处受欢迎 人见人爱的 基督徒在社会里面 是会被排挤 甚至被逼迫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我们不是为了讨人喜爱 为了受人欢迎 而做正直的人 说良善的话 基督徒是为了拯救灵魂的福音而存在 就如彼得和约翰 在这里一样 他们赢得人心的 不是他们的行善 而是他们所传讲的 复活主的福音 而当我们持守或活出福音的生命的时候 从我们身上所散发的 这一些基督的香气 必然会带给周遭的世界挑战 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福音是叫我们知罪 要我们回转 所以福音必然会带给我们挑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存着一个自我 这是人的原罪 也是人背逆上帝 堕落的原因 所以我们会和世界格格不入 我们和社会 甚至会出现无法妥协的这个张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妥协 我们不能牺牲真理 就如经文中 当宗教领袖 禁止彼得和约翰奉耶稣的名 讲论和教训人的时候 彼得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使徒在真理上 坚定不妥协 因为他们清楚明白 跟随耶稣 必定会遇到苦难 必定会有逼迫 最后 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 现今肉体和物质的祝福 而是属灵的拯救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当彼得 他被问及 他们是怎么医治好 那瘸腿的乞丐的时候 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呢 他说 倘若今日因为在禅记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 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 他的回答 从奉耶稣的名 医治那绝对的 转移到耶稣是天下 人间唯一得救的名字 彼得为什么要如此做呢 因为彼得非常明白 一切的神迹 都是为灵魂的拯救而行的 人最需要的 不是肉体上的医治 和物质上的丰盛 人最需要的是 是堕落灵魂的救赎 属灵一的医治和盼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身体终有一天会老去 拥有的一切才华和富贵都会失去 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永恒的 而永恒的灵魂只有两个决局 一就是永恒的 在永恒的地狱里 与上帝隔绝 或者在永恒的天国里 与上帝同在 今天有许多的信徒 对于福音所带来的祝福 寄予不同的 不正确的盼望 期盼 这些信徒以为遵守圣经的教导 就能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家庭和谐 子孙乖巧听话 所以为什么今天盛传着 成功的福音神学 可惜有很多人 愿意去相信这样的假福音 很多时候 我们也容易被这些假福音 所吸引 弟兄姐妹 基督徒对福音 必须有正确的理解 因为 当我们只是在庐山中 不知全貌的时候 我们对福音的理解 就不能算为 真的福音 就像大家所熟悉的 这一个盲人摸象的比喻 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脚 就说 这就是大象 像个柱子一样 另外一个盲人摸到 大象的尾巴 说 这个大象 就像一条蛇一样 像一条绳子一样 细细长长的 这一些的描述 对于大象的描述 只是它部分的 这个真实的真相而已 可是它并不是大象 自己本身 当我们像盲人摸象那样子 去理解福音 去相信福音的时候 或者甚至去活出福音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陷入 魔鬼的试探和引诱 我们更常常容易 被我们心里隐藏的 这个自我给蒙蔽 就像 经文当中 宗教的领袖一样 我们也容易 常常被世界的舒适 给引诱 我们也会常常 因为向往物质和感官的 享受的这个欲望 而抛弃了福音 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希望大家都学到 福音 它会带来挑战 它会挑战我们自我 挑战我们传统和习俗 挑战我们的认知 福音 福音第二 会带来逼迫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我们属基督 所以我们跟世界 很多时候会产生张力 会产生不能妥协的 这个局势 第二 最后 福音 最主要的 目的是要赐予我们属灵的祝福 不是肉体上的医治和物质上的丰盛 因为我们最需要的 人最需要的是灵魂的救赎 希望我们接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对福音有更正确 更深入的理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这里 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自己 是如此的爱我们 你知道我们人 在堕落的景况当中 我们无法自救 我们甚至被自己的自我 还有罪恶给蒙蔽 但是主你自己不断的 向我们启示你自己 也向我们不断的 启示你的救恩 你赐下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透过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主啊 你成就了你的救恩 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我们都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我们都能够得到灵魂的更新 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这个属天的新生命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 和你圣经上的教导 继续来帮助我们 去对你的福音 有更深 更深入 更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帮助我们 能够在你的福音 和你的真理上面扎根 以至于我们不会随风摇摆 让我们 以免我们受了世界的诱惑 或魔鬼 撒旦的 这一个试探 主啊 愿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 主耶稣基督的实价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谢谢李一熙传道 今天早晨带来的信息 福音真面目 我们唱一首诗歌 来回应主的恩典 我们唱爱传福音 我们今天早上 你可以在家里 做奉献 先收在罐里或者信封楼 或是做电子转账 我们来唱诗歌 爱传福音 我爱传阳主福音 讲说天上世纪 讲说耶稣的妙爱 讲说耶稣光荣 我爱传福音 我爱传阳主福音 我爱传阳主福音 降溯耶稣的妙儿 降溯耶稣的事情 真是非常感美 我爱传扬 我爱传扬主福音 神知福音的人 却赞然如记录刻 喜欢与人同听 将来眼见主光落 我笔歌唱心声 心声依旧是当初 我心所爱不服役 我爱传扬主福音 降溯耶稣的妙儿 降溯耶稣的事情 真是非常感美 让我们一起起立 来将所献的 献给我们的主 求主 祝福我手所献 我所计划一切施工 为高兴兴 只想一念 祈祢一切在主手中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一同来关心 教会的圣工跟活动 首先呢 我们感谢离西传道 今日崇拜 带给我们的信息 为主宣讲主道 同时呢 我们也欢迎 因疫情在线上参加崇拜的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欢迎大家 愿上帝保守 赐福大家 愿上帝保守我们的国家 保守我们的城市 保守这个世界 能够早日度过疫情的危害 我们今天教区主日 原定在现场崇拜的话 有收第二次奉献 但是因为没能实体崇拜 所以我们暂时取消这第二次的奉献 等待执事会做进一步的决定后 再跟大家公布 另外 下一个主日 如果没有继续有封锁封城的话 下一个主日 5月2号 我们是圣餐主日 同时呢 我们儿童会跟大人一起崇拜 特别通知父母一生 记得下一个主日 如果我们回到实体崇拜 是儿童父母都参加大崇拜 一个月有五个礼拜天的 那第一个礼拜天的圣餐 就会儿童跟大人一起崇拜 我们执事的会议 下一个礼拜天下午一点半 在第一教室会召开 所以请执事各团系主席 尽快交报告给文书 到时我们如果没有封城 我们准时出席参加会议 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 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封城 大家一起参加祷告会 为教会守望 为城市守望 为需要的人祷告 为这个世界祷告 我们美满欢迎的课程正在招生中 日期已经刊登在以下 然后我们上课时间是礼拜六下午 四点到六点 有时候会到六点半 所以请尽快报名参加 我们不收费 但是会有一些影印费或者材料费 那条件就是夫妻一同来开课 一起来上课 太少报名 或我们就不能开课 洗礼入会六月二十 请尽早报名 还没有受洗的婴孩儿童或成年 那么也欢迎你加入教会 那么牧师会给你讲解 成为基督徒 成为教会会友的这个课程 大家一起同心参与教会 宣教讲座 英文的一共会有四个小时 包括午餐在内 欢迎你向我们的有辉职士报名 英文的讲座 我们邀请了宣教士 做分享 机会难得 五月十五号 大家尽早报名 上一个礼拜天开始报告 我们教会的停车规则 第一 只停教会内的停车阁 第二 只停对面 特别规定后面三排的停车位 对面三楼的后面 三排的停车位 还有呢 路边市议会规定 可以停放车辆的停车位 再不然就是三百米以外的商圈 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走路三百米也不远 感谢主为我们教会 预备这么多 可以停放车辆的地方 我们更加珍惜 来参加聚会 也守住停车的规则 所以这些图案 上一个礼拜有影印发给大家 对面的商圈一二三才可以停 其他地方有停车空位也不能停 谢谢 然后路边 我们也简单的做了一个停车 大家也注意 有路边的排指示 能停或者不能停 我们继续为新冠病毒疫情祷告 我们特别为博斯澳洲政府继续严密把关 避免疫情扩散 我们继续的来带导 周一崇拜 因为疫情暂停 然后呢 祷告会 姐妹会 烹饪会礼拜三 还有呢 约书亚查经 以及青年团契聚会等 看有没有更新的封城 如果没有 我们就照常实体聚会 本周经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感谢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唯有他能成为世人的救主 这就是福音的真相 我们一同来起立唱诗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我们每一个人都打杠 神的国度降临 教会复兴 祝我们千倍俱习 祝我们千倍俱习 来跟随你的话语 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 祝我们千倍俱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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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尽为神节过敏 在万国中悬崖 你神明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我们总结 神灵江峡 分哨众众人心灵 复兴我们 为世上灵魂代旧 悔改你宝座前 同心和意 刚强装弹 往铺天下去 祝我们千倍俱习 来跟随你的话语 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 祝我们千倍俱习 以为神节过敏 在万国中悬崖 你神明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我们总结 神灵江峡 分哨众人心灵 福音我们 福音我们 为世上灵魂代旧 建立你的教会 转阳福音 愿你荣耀在全力显现 建立你的教会 转阳福音 愿你荣耀在全力显现 愿你荣耀在全力显现 欧主啊 愿你的国度降临 欧主啊 我们今天不能聚集 但是你却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虽然不能实体聚集 可是呢 我们却一样能够敬拜你 一样能够荣耀你 一样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领受你自己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能力与团契 保守我们在世界充满疫情的时候 仍然得到主的眷顾与保守带领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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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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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y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